我们说过 FDA是由几个法案颁布之后随之战胜的 那为什么要专门成立这么一个机构呢 因为那几个法案 跟联邦政府曾经的法案性质都不太一样 需要布设的人力资源非常多 这就需要很多钱 而且这些工作又不是一群 只有执行力的城管能完成的 必须有非常专业的知识背景 所以才需要特地成立部门 当时联邦政府农业部化学局的 哈维·威利是一个有坚实医学背景的 正直的政府官员 他可以算是FDA之父式的人物 因为正是他自上而下的推动了FDA的诞生 哈维·威利22岁的时候 在德国汉诺威主修人文学科 精通希腊跟拉丁语 毕业之后又拿到了 印第安那大学的医学博士 跟哈佛大学的理学学士 之后又在普渡大学教授化学 后来他又再次去德国学习晶体结构 当年他最擅长用偏光镜分析糖的化学成分 回到美国之后 他发的第一篇学术著作就引起了圈外的轰动 因为据他分析 美国绝大部分售卖的蜂蜜都是用葡萄糖勾兑出来的 后来这篇文章也让农业部聘请他做了首席化学家 农业部原本只是希望他能研发出用高量产糖的技术 但实际上威利再往另一个方向走 那就是建立糖的食品标准 因为有过硬的专业知识 他在总统换届的时候也没有被替换掉 接着又开展了对奶制品、香料、酒精饮料制假造假的全面调查 他是一个化学家 知道在19世纪末新技术成熟之后 食品已经不会再回到100年前的天然状态了 制造商只要愿意 就可以用一些奇怪的化学材料 让食物看上去不错 比如硫酸酮可以让打蔫的蔬菜再次容光焕发 本甲酸钠可以让西红柿一周都不腐烂 烹沙可以掩盖猪肉腐败的味道 巧克力中掺碎肥皂跟豆子是很难分辨出来的 面粉里加碳酸钙粉末可以赚很多钱 酿酒剩下的干水也能当饲料喂牛 从前这些做法很难得逞 因为都是本乡本土的熟人 你进货进了什么 怎么做的周围人心里都有数 味道不好 吃了生病 人家再也不买了 你的买卖就黄了 但现在因为有了铁路 本地做的各种食物会被卖到几千公里之外 生产商不在乎真假好坏 成本低才是最重要的竞争优势 威力从骨子里带着正义感 让他借本职工作之变 鼓励各州设立专门的部门 监管食品安全 可十多年过去了 进展甚微 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的部门 监督食品安全的提议 最多只能通过众议院 到了参议员那里 又会被打回来 因为那些投票的人 就是生产蜂蜜 糖 过期罐头的利益集团 他们怎么可能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呢 威力人微言轻 如果只是凭着信仰中追求正义的念头 估计永远都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但在他呼吁了16年之后 出现了一位同战豪的战友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总统 西奥多·罗斯福 他是由于前任总统威廉·麦金利被刺杀 作为副总统的他替补上位的 其实罗斯福跟威力在骨子里很像 对正义都有强烈的追求 那个年代的美国腐败横行 被马克吐温称为镀金时代 当年罗斯福还是纽约警察局长的时候 就顶着全局的压力 整治过腐败的票警 奖励过坚持原则的好警察 后来升任助理海军部部长的时候 罗斯福还遇到过海军罐头都是臭肉的问题 他知道 这个国家的食品卫生已经烂到根了 而且假冒伪劣 不是小商贩的零散行为 而是跨州食品集团 跟政府官员勾结的结果 他在支持威力的同时 也要面临参议院里那些道貌岸然的议员 对食品法案的阻碍 不客气的说 那个时候美国食品卫生腐败的问题 就算是总统跟农业部化学局首席科学家联手 也是无计可施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另外一个方向的力量了 这个方向就是自下而上的力量 也就是来自于民众的力量 但民众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体 那个年代又没有互联网 他们很难组织起像样的合力 合力是需要一个把民众串起来的机制 而这个机制就是新闻的公正公开 威力组织了一次集体以身试毒的搏命实验 他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公众 你们吃的食物已经不再是几十年前那样了 仅凭肉眼就能看出食物好坏的年代 已经过去了 现在添加防腐剂跟各种奇怪的成分 不但让你们无法分辨好坏 而且吃的一定会对身体有害的 他公开招募了12个身体最健壮的小伙子 被称为试毒小分队 然后在农业部大楼地下室设立了专门的食堂 聘请了专门的厨师做有毒和没毒两样饭菜 最开始吃的是无毒的健康饭菜 记录每个人的健康状况 十天之后开始往饭菜里加入市场中 常见的防腐剂膨杀 然后逐渐增加剂量 这个时候12个小伙子的身体也随之出现了反应 从最开始低于市售产品防腐剂的浓度 到几倍于市售产品 小伙子们最初没有感受 后来是吃不下饭 最后就是消化不良 胃疼 便秘 头疼 昏昏欲睡 最后甚至都不能维持日常活动了 威力把这些实验写成了第一份报告 接着 市毒小分队又按同样的流程 体验了另外四种防腐剂 水阳酸 亚硫酸盐 本甲酸钠 甲醛 这四种全都比烹杀更加严重 报告全部出炉之后 威力只要抓住任何机会 就会在国会上发言 争取更多的时间把消息公布出去 市面上的报纸也是多种多样的 他们当然有专门报道当地花边新闻 或者大明星绯闻的 但也有很多专门报道社会阴暗面的 除了食品行业 在当时的矿工杂志上 连载着一份深入报道美国专利药 有多么不靠谱的一个系列文章 叫做美国大欺诈 告诉人们你们平时买的药 绝大多数都是鸦片加麻醉剂加酒精加镇静剂的混合物而已 根本不治病 只会假装让你们感觉有效 这些报告有的时候会梳理那些不靠谱的事 有的时候会讲述当有人告到法庭 假药制造商是通过怎样阴险的手段胜诉的 后来这份杂志被美国医学学会发现了 对于那些苦读了十多年 又去欧洲留学过的医生来说 有这样一份为真医生呐喊的报纸 怎么能不支持呢 于是医学会筹钱 每期都帮矿工杂志在原来的销量上再加印五十万份 要知道 那个时候美国总共才八千多万人口 其中还有百分之十是文盲 每周加印五十万份 七七还都被抢光 和今天某某公众号片片点赞都是十万 是一样厉害的 这些内容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对社会形态的认识 当年还有一本畅销书《丛林》 讲的是一个来自立陶宛的移民家庭 来到美国之后的悲惨生活 他们本人的生活连奴隶都不如 却还把自己的不幸施加给后代 这本书本不是一个描述食品行业有多黑的小说 但书里描述的在屠宰场当工人的细节 却跟现实中是一模一样的 把甲醛堆到牛奶里头 腐肉用来做香肠 地面上都是结合病病人吐的痰 肉也堆在痰上 有工人掉进硫酸桶里头 捞出来已经只剩骨头了 但剩下的人体油脂也成了产品的一部分 这些农业部搞的震撼的测试 报纸的连载和真实的小说 虽然每一份的出版都经历了难产一样的阻力 但最终都发行了出去 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轰动 不仅报纸小说大卖 也让人们知道了真相 这以后竞选当地议员的时候 如果哪位议员把提升当地食品安全 当做自己任期内要解决的任务 就会有更多的人选它 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 食品安全就是一个很好的抓手 对于制假造假的厂商来说 也要全力的反击 利用自己已经渗透进国会的派系 试图阻止一切食品法案的通过 但因为事实已经公布出去了 这些厂商生产的食品 在美国国内和欧洲的销量迅速下降 能不能守住残局 就要看 在剩余资源消耗光之前 能不能顶住立法通过的最后期限 最终的结果是 和疫苗相关的病毒毒素法 和肉制品相关的联邦肉类检验法 与纯净食品跟药品法 先后在博弈中微微胜出 成为联邦法律 各州都要遵守执行 三个法律可以通过 绝不是道德的选择 也不是法律自上而下建设 这样电影情节一样的过程 而是在各方动用一切资源跟人脉 在持续的拼杀中 正好在这一次 正义的一方稍稍胜出的结果 所以欧美并不是什么都好 他们直到今天 还有很多领域 依然存在着 不正义的一方 把持了资源的情况 正义可以不分胜出 也完全不是因为有了投票制度 或者新闻自由 这些花了胡哨的东西 正义能够被匡复 根源在于各方势力分布零散 什么意思呢 因为只要各方势力分布的比较零散 就总可以在某次排列组合之后 出现符合公序良俗的一方占优的情况 而符合公序良俗的一派 天然就拥有持续巩固下去的优势 因为公序良俗 实际上就是指按人头数去数 他是占绝对优势的 否则就不能叫公序良俗了 他本身就有更多的人支持 于是只要暂时的优势出现了 就拥有了长期给主持正义者 加写的力量 正义就在那个领域被固化了下来 而怕就怕 在各个领域里 有一方总能掌握五成以上的资源 那不论剩余各方如何排列组合 都没有改变现状的可能 因为他们总小于50% 而一旦掌握大部分资源的那一方 偏巧不符合公序良俗的时候 不讲理不合法的事情 就可能永远翻不过来